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啤酒加到盆子的洗头水里面 啤酒中所含有的葡萄糖和氨基酸等物质 是头发生长所必须的两种物质 用啤酒洗头可以改善发质 修复头发干枯 使头发乌黑有光泽 也能去除头皮线和预防头发 一个星期洗两次就可以了 妙用二 可以用来擦玻璃 把啤酒倒一点在抹布上面 啤酒中所含有的酒精成分 可以很好地去除物质 并且不容易留下水液 擦完的玻璃特别透亮 妙用三 啤酒中含有大量的二氧发炭 而碳酸能够有效地分解很多顽固的五脂 以及细菌 用来擦家具是最好的选择 不仅擦得干净 还有保养家具的效果 妙用四 深色的衣服 有时会出现褪色的情况 啤酒可以使衣物变得柔软 恢复原本的鲜艳色泽 特别是棉布衣服 以后也不容易褪色 清洗真丝衣服 也有保养和固色的作用 效果很好 泡一会儿之后 就可以正常地搓洗 妙用五 把啤酒倒一点在碗里 然后加入清水 比例是啤酒的十倍左右 这碗水现在可以用来浇花了 啤酒是微酸性的 可以调节土壤的酸碱度 能够使植物生长得更加茂盛 省去了买发挥的钱 没想到过期的啤酒 还有这么多的妙用 下次可不要再认了哦 如果你有更多的方法和建议 欢迎在下方评的留言 也欢迎分享转发 好帮到更多人 谢谢大家